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和你兄弟叶开搞到一起了 过几天就要结婚了 什么 爸 妈 我要去找宋玉问个明白 叔叔 我是来找宋玉的 宋叔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只是不欢迎你罢了 你一个刚出监狱的杀人犯 跑来我们家干什么 宋玉是我的未婚妻 我来看看她没有什么不妥的吧 而且四年前 是我代替宋玉认罪 做人可是要讲良心的 当初可没有人逼着你替我认罪 都是你心甘情愿罢了 宋玉 叶凯 你们 徐东好久不见 讨厌啊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叶凯现在可是在华丰制药 任副总经理 年薪百万 有车有房 你呢 小月 徐东以前可比我厉害多了 名校毕业 蒋薛金拿到手软 还差点入职全球五百强的医药企业 如果没进监狱 恐怕连我都比不上它呢 勾引大扫 忘恩负义 这放在古代 是要被禁猪笼的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怎么 我的好兄弟 站不住了 徐东我凑你大意 叶凯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 你有什么招数 尽管使出来 我随时奉陪 这个账 我们慢慢算 把我当初给你的玉佩还我 你不配拥有它 不就是一块破石头吗 宋玉 我又不是故意的 天衣门西年的辉煌啊 我这是在路边 爸 怎么了 你妈突然晕倒了 现在在第一人民医院 你快点过来吧 爸 妈她怎么样了 老累过度 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那就好 谁能救我父亲 我给他五百万 绝不赖账 典型的植物人症状 我无能为力 京都的专家 过来也是一样 我家老爷子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你们一致就出事了 这人是谁啊 东海市四大家族 掌管北区的苏家少爷 苏伯 并床上的 是他的父亲 苏家家主 苏山河 可是我确实没有办法 您另请高明吧 废 谁能治好我父亲 我给他五百万 绝不赖账 以我们苏家信誉为担保 我来试试吧 你是什么人 不要不自量力 治好苏老爷子 我自有把握 把握 你是哪家医院的医生 我不是医生 但是学习过医术 你有行医资格证吗 没有 没有你敢行医 苏先生 令尊的情况不能拖了 我说有把握自然就是有的 若一拖再拖 就算神仙来了也没辙 你有耍我 知道后果 只要你不赖那五百万就行 苏先生 这小子没学过医 可真要治死了 闭嘴 你治不了 就给我诡异威惧 再给这我父亲死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当真有办法 再拖 就算有办法也没有用吧 请吧 哪怕只是让他有意识 五百万我都照付补 原来如此 给我一盒银针 快 这种中医骗人的把戏 居然还有人敢用 当真是要害死苏老不成 针灸可治不了植物人 怎么回事 院长 这人不懂医术 院长 九转回央针法 先生的针法 当真举世无双 绝对能在当今的中医界排进前五 六十 六十 嗯 回央 病人心理恢复 怎么可能 他应该没救了才是 怎么可能 赵伟欣 您 你的意思是 家父该死吗 我这是 怎么回事 父亲 都是这位神医救的您啊 先生之恩 老夫莫齿难忘 不知先生明慧 徐东 原来是徐沈医 正是之前承诺徐沈医的五百万 都在这张卡里了 徐沈医 請问家父得的是什么病 苏老爷子是中了迷心伞 身中此毒者 症状便如同植物人一样 中毒 莫非是孙家 我们和他们有义无竞争 不二 徐沈医今日救我一样 日后请徐沈医到寒舍一坐 好 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苏老的毒还没有完全去除 两日后还需再次施针 我先给开个药方 可以助他恢复元气 多谢徐沈医 不过两日后 两日后我自会登门 为苏老施针 好 若是徐沈医 彻底治好家父的病 我定再拿出一千万 筹记徐沈医 苏先生 五百万足矣 就当是交朋友了 能和徐沈医交朋友 那是我三生有幸 徐沈医 明天晚上明珠大酒店 有一场酒会 不知徐沈医能否赏脸参加 没问题 太好了 那我明晚亲自去接你 明晚我自己过去就好 就不劳烦苏先生了 徐先生 徐先生 我是东海市医术协会会长 在此真诚地邀请徐先生入会 不知徐先生意下如何 既然如此 那小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还请苏老安心养伤吧 在下还有事情 就先行告辞了 好 我一会儿就找人安排 小冬你 爸 回去我再和你解释 走吧 你妈她也醒了 我们回家 爸 你老盯着我干啥 小冬 你入狱前 根本不会医术啊 我在监狱结识了一个老中医 说什么 知道自己是出不去了 可又不想浪费一身医术 便全部传授给我了 真的 真的 真是太好了 我们老徐家终于出了个人物 是啊 苦日子也到头了 半辈子没白忙活 妈 之前帮苏家老爷子治病给的钱 都在这张卡里了 您拿着花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花什么花 都留着给你 现在咱家有钱了 送于那种女人头怀送抱 我们还看不上呢 老伴说的对啊 哈哈哈 先生 请出示下您的请柬 抱歉 请柬我没有 是苏总邀请我来的 哪个苏总 华丰制药苏伯苏总 哈哈 像你这种人想要混进酒店 混吃混喝 我见多了 快点滚吧 哼 一个穷逼 还敢说是苏总邀请你的 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哪 就是 每年总会遇上几个这么不要脸的人 像小丑一样 快点滚 不要妨碍我们进去 等一下 徐先生是我请来的 我看谁敢赶他走 徐先生是我的朋友 岂是你们二人可以随意侮辱他 还不快道歉 徐 徐先生 之前有眼不是泰山 还请原谅啊 徐先生 有些人不长眼 狗眼看人低 你莫要生气 无妨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们进去吧 一帮跳蓝小丑罢了 还望徐先生 莫要在意 见多了 无妨 好 我先去见个朋友 你随意 您请 记得上一次喝酒 都是入狱前的事了 徐东 你怎么会在这里 恢复得不错嘛 都能参加酒会了 徐东啊 你休想转移话题 我们是被邀请来参加酒会的 你是偷偷混进来的吧 毕竟谁会去邀请一个 杀人犯 什么 这个人叫徐东 欠钱不还 把讨债的人给一刀捅死了 他昨天才注意 今天就混进酒会了 叶凯 难道我就不能被邀请 你说你是被人邀请来的 哪个混蛋敢把杀人犯邀请进来 还不滚出去啊 等我喊人过来动手 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不简单 我倒看看你是怎么个不简单法 徐先生是我的恩人 更是我的兄弟 我倒看看 谁有这个胆子 能诬蔑我兄弟是杀人犯 叶凯 你刚当上集团的副总经理 连我请来的人都想赶走 那下一步是不是也想把我赶走 你来当这个总裁啊 不是 素素 我怎么会 明天就不用来公司上班了 素素 不要开除我 救救你了 我为公司做了这么多事 你没有理由开除我的 你最近跟孙家接触频繁 这准备当商业间谍 素素 我没 要不要送你去警察局 石头 徐大爷 我错了 之前都是我的错 你帮我救救素素 让他不要开除我 救救你 求救你了 自作孽不可活 不要 救救你徐大爷 素素不要 不要开除我 不要开除我 这 怎么会这样 余东 对不起 之前都是叶凯逼我的 其实我担心 还是属于你的 我不想和你分开 我爱你 我们和好吧好不好 宋玥 我是杀人犯吗 不是 你不是 哎 你把四年前发生的一切 跟在场这些人说说 到底谁是杀人犯 实话实说 我可以考虑原谅你 杀人犯是我 杀人犯是我 对不起徐东 都是我不好 四年前 是我失手杀了人 你怕我受苦 替我挡了这牢狱之灾 我本想等你出狱 与你结婚的 可也肯威胁我说 只要我不跟他在一起 就把真相公之于众 徐东 徐东 你原谅我了吗 当初的事都是我不好 可我心里一直都有你 我们很好好吗 你说呢 我为你锒铛入狱 你转头就跟叶凯搞在一起 还在我出狱后 对我百般凌辱见他 我怎么会原谅你 不 这都是叶凯的要求 我不答应他的话 他会毁了我的 那现在你怎么说出来了 宋玉 你想要的无非就是金钱和地位 少把自己说的那么可怜 徐东 你说话不算话 你答应我 只要我说出四年前的真相 你就原谅我的 宋玉 你害我在监狱四年 你知道我承受了怎样的痛苦 才坚持到今天的吗 你还背叛了一心对你的我 我这辈子不可能原谅你 永远不可能 你滚吧 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 说话不算数的人是你吧 说初遇就与我结婚 可你又做了什么 老安 把这个疯女人带出去 是 苏总 一场闹剧而已 久会继续吧 真没想到 徐先生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蒙受不白之冤 不过是犯蠢罢了 是啊 有时好人未必会有好报 莫非这位苏家总裁 也有故事不成 哎哟 苏总真是霸气 叶凯是你身边的老人啊 为了讨朋友的欢心 就开除多年的忠诚 让孙某大开眼界 孙总 这是我华丰制药的家务事 和你无关吗 嗯 确实是你华丰的家事 只是千金亦得 良居难求 这叶凯你若不要 我可就收下它 吃里爬外的狗 你要尽快拿去 不过我得提醒孙总 小心胃不熟啊 我孙家训狗的办法 比你苏家高明多了 哼 孙正豪 你要干什么 苏总 别这么紧张 小兄弟 笔人孙正豪 敢问尊姓大名 在下就一普通人 谈不上什么尊姓大名 小兄弟 你这话可不实诚啊 以苏总的眼光 他为你出头 你可不是普通人 苏总那是仗义直言 极恶如仇 为人正直 在下有事 先告辞了 我送徐先生 来人 查查这小子 徐先生 今日是我招待不周 家父的病情明日 明天我会准时过去 那就老徐先生了 救命啊 救命啊 让开 你们让开 我们刀哥能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分 这身材真是带质啊 你放心 你刀哥等会一定伺候了你舒舒服服的 保管让你满意 好丝滑啊 比德服还丝滑 滚开 滚开 啊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患者当前状态已是混乱 病因深重谜药 治疗方法 针灸疏通经脉 将药力排除体外 混账东西 你他妈谁啊 敢坏老子的好事 跪地上给我赔个不是 我饶你一条狗命 欺负一个女人 算什么本事 上 给我干死她 这是 啊 哼 哼 哼 啊 这 这尼玛什么反应速度 难不成这家伙厚到时候要长眼睛了 放大 大哥 大哥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 您就当个屁 把我给放了吧 知道错了 知道 知道 realiz 完了 哥 别打了 别打了 这美女现在是你的了 我让给你 我让给你了行不行 这次是给你个教训 别让我再碰见你 否则剑一次打一次 是 是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 休息一晚上就能好 算了 还是看她一夜吧 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 你还想解释什么 你真是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 你个臭流氓 你还我清白 你还我清白 昨天晚上我是健义勇为 你被人下了迷药 我给你施针排毒 就是这么简单 你昨晚吐了不少 你身上的衣服 我脸也给你洗了 对不起 我有些冲动了 没关系 等一下 这里有五千块钱 你拿着吧 我都说了健义勇为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鸭子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五千块钱 算是封口费 我还没那么无聊 我有点空 我还得到你 我还得到你 我又没能不想 如果我再有个皮肥